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连外国人也开始附上自己的脸 全身侧面照片来寻求中国网友的建议 有一个人他就讲了 他说他在美国的讨论社群平台Reddit 这个其实在美国还蛮有名的 说你觉得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变得比较漂亮 变得比较好看 有人叫他去整形 结果他去小红书这边 他收到的回应是说 不要再穿黑色的衣服了 或是留个刘海 也许你看起来会不一样 突然之间他觉得 好像小红书给的建议 相对的更加友善 更加实用 而现在基本上在网络上面 您可能也不知道 中国他们所做下来的一些应用程式 现在榜上前十里面 基本上有八家游戏公司 通通都来自于中国 那他们就讲了 以前是在超市的货架上面 看到了Made in China 现在其实是在网络上面的 这一些App Store里面看到Made in China 但问题是 你现在看不到标签了 这一家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叫Sham 他们其实也是大陆的公司 号称是快时尚界的新霸主 因为现在很多美国人 他们基本上是从过这个平台来买东西的 不止美国 还有法国 欧洲 所以甚至法国 欧洲还打算要 因为他们的这个快时尚来立下一个法 因为觉得这样子好像太过于浪费资源了 对于地球来说是增加地球的负担 要考虑来立法等等等 现在这一些内容都在网络上面 可以看到 可以找到 你可能不知道他来自中国 这个Tamul更厉害了 因为每一次上一人上一美国人首看到超级杯 这一次他竟然买下了六支广告 六支30秒的广告 哇 这个费用非常非常的高 但是知名度打得更大了 大家讲了他很像是打了兴奋劲的亚马逊 因为亚马逊确实内部会议直接讲了 包括了Sham 包括了Tamul就是他们的最大对手 必须要把他们给拿下来 否则自己很难存活 透到这边的你可能不知道 其实像美中美国一直说他们不寻求脱钩 但是他们要把他列为一个竞争的对手 你知道如果他们真的脱钩的话影响多大吗 这个是在华油他们所做的一个调查 说做一个小测试吧 如果真的跟中国脱钩的话影响有什么 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包括了对华的出口规模 基本上美国有1500亿 两边的这个市场是第三大 甚至最大的服务出口是教育 每一年可以给美国带来多少的工作岗位 是100万个 那真的脱钩的话 大家就想问这些工作失业的人要怎么办呢 百万人口啊 而没有了中国市场 确实很多人很多企业会开始有些焦虑 比如波音 波音基本上一直以来 他们都希望能够在中国这边 再跟他们更友好一些些 因为他们自己在中国区这边 亚洲区的总裁也讲了 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 因为他们现在正在民航机呢 有很大很大的消费能力 好可是又在出事了 美国联航的一大777呢 现在是引擎故障被迫降落 那先前更不用说了 空军一号啊 又或者是那个时候 在这个苏利文出国的时候啊 或是布林肯出国的时候 也都曾经出现过飞机 可能必须要好好修理一下 否则会造成新陈延误的状况 当拜登被问到这么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回答很俏皮啦 他说我不会坐在门口的 但这么一句话 是不是也黑了波音一回呢 到底对于美国来说 对于中国来说 应该要怎么样看两边的竞争关系 请教介大使 因为百姓看的观点可能比较不一样 百姓看的观点是从自身出发的 所以他也觉得 中国的app没有什么比较不好用 对啊 我们就讲这个 比如说 这边刚刚讲的一个受访者 美国的受访者说 他就要寻求怎么样改变他的外形 结果呢 他在这个美国的平台上 他说一个黑人说 怎么改变我外形 结果有人回答 给他回答说 叫他把他皮肤漂白 你觉得这是不是很邪恶 可是呢 我觉得 一个充满种族主义 一个充满了什么 社会达尔文主义 充满缺乏人道关怀精神 缺乏这个 所谓人的精神 孔子讲的人 仁义的人 就永远心中有别人的 这样子的一个 不是只有自己的个人主义 一切为我独尊的这种文化 你就 你这平台你会得到这么令人 你感觉这么毒恶的一种回答 所以你去把皮肤漂白 这个是很毒恶的 你看他去中国大陆网站 同样是年轻人 他给他的是什么 是很具体的 没有什么种族的偏见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这种 所谓的这种 阶级的这种仇恨的意思在里面 大家就是说 都反映一个很平和的心态 所以很好笑的就是说 美国认为它是一个充满人权的社会 美国社会是怎么样 是平等的 讲到人 我跟你讲 你天天在喊人权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这个社会没有人权 你天天在叫平等的原因 就是你这个社会没有平等 你天天讲要尊重别的种族的时候 就是因为你这个社会 种族主义很严重 中国的社会很少讲这些东西 因为很人性化 我们从孔子的儒家思想开始 我们是非常人性化 我们是基本上 你只要不要这个 个人遭遇到太大的这种 这种不幸的世界 每个人的心情都寻求一个平衡 我跟你讲 你今天讲这么多制度 你讲人权讲一大堆制度 美国现在的城市进去的话 你晚上你不敢上街 你很多地方你不能去 对不对 你一个人走在街上的时候 你觉得不寒而栗 然后那个地方的种族仇恨的攻击 这种暴力的攻击 抢劫枪支泛滥 这个叫好的国家吗 你有好的制度 你有好的理想吗 没有 前一阵子一个英国的 一个 一对 一个家庭 他们去中国大陆观光 结果进入那个城市 已经深夜了 结果他们在大街上 找旅馆住 结果走在路上说 他非常非常惊讶 他说 居然这个社会这么安全 然后最后还给他找到一个旅馆 可以check in 我跟你讲 这在美国 在纽约 在美国 所有大城市 几乎是不可思议 做不到的 所以我觉得 我看到这个 这样听劝这个 一个这些 美国小朋友 跑到中国的这个 去中国 听中国年轻 给他劝告的时候 我就想到 现在美国社会 跟中国社会 差异如此之巨大 值得我们 深入去思考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 巨大的差异 是 请教授监长 拜登讲这一句 也就是说 我不会坐在门口 这一句话 其实 他就是给波音 最大的一个痛极 但是他虽然后面 还补了一句话 他讲说 开玩笑的 我不该拿这件事情 开玩笑 但是这件事 就代表什么 代表刚刚主持人讲 我们一般 寻常老百姓 寻常大众的态度 是什么 最重要的 就是安全不是吗 我去坐一个飞机 结果莫名其妙的出事 那到底是怎么样呢 这个是第一个 有关于安全的要求 第二个 航空公司会因为 我坐 现在波音的737MAX的 这些飞机 有给我票价折扣吗 没有票价折扣 而且 生命只有一次 你给我折扣 我也不一定愿意要 可是我们来看看 现在在整个 这个民航机的 现货市场上面 那除了我们讲到说 波音737MAX8 那他现在的价格 是1.22亿美金 那相对于另外一个 也就是空中巴士 空中巴士的价格 也就是A320 Nio的这一架飞机 它只有1.11亿 它已经便宜得多 但是当我们在 做企业决策的时候 不要忘了 有武力分析 武力分析有一件事情 那大家要特别注意的 也就是新加入者的威胁 新加入者是谁 新加入者也就是 中国大陆的C919 那C919它卖多少钱 它卖不到1亿 美金 它卖0.99亿美金 所以如果按照 现在这样子看 C919是最便宜的 那大家会说 C919现在没有经过验证 怎么没有经过验证 其实也就是我们 刚刚讲到的 各种零组件 都是从各个国家 一起来打造而成的 而且我们在讲 2月份的新加坡行展 是那个 也就是 中国的航空公司 已经派了一架C919 直接的到新加坡行展 去飞了一趟 也就是大家已经看到 原来C919是这样 然后它又比较便宜 不仅如此 不要忘了 现在中国大陆 已经在打造C929 C929预定在 2027年的9月 即将交付 所以这样一连串下来 波音倒霉日子快到了 是 请教兵哥 大家以为只有美国的网路 才会这么恶毒吗 其实台湾也是差不多了 在台湾通常 比如说你去PTT 你假设去问说 我觉得我长得不好看 或者干嘛 你知道通常会得到什么答复吗 通常答复就叫你去投胎 基本上就是这样 重新投胎比较快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种恶毒 其实已经变成一种文化了 就是因为大家 可能平常在生活上 我们大家都是温量空减让 那在什么时候发泄 就在网路上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人格去发泄 所以我觉得 我不认为说 用了小红书 或是用TikTok 就会比较不恶毒 我也不认为 我觉得恶毒的人 不管到哪里 还是会恶毒的 所以这个是早晚的问题 那当然 小红书跟TikTok这些 他们这些新流行趋势 确实是有它的优势存在 我一直认为 美国人应该要去思考 为什么他们能够获得 美国年轻人的心 美国应该要做的 应该是 你们也发展出一个出来 把年轻人重新抢回来 你不觉得 现在美国的发展很好笑 现在是 中国大陆越来越像 资本主义国家 然后美国越来越像 社会主义国家 你应该去分析 对 你应该想办法去破解 人家的这些优势 想办法抢回优势 那美国现在一心一想的就是 用国家安全的这个幌子 想办法把中国大陆的东西禁掉 那你禁得掉吗 人家推陈出信 一下有越来越多东西出来 那中国大陆也会规逼 他想办法把公司 我不要设在中国大陆 我设在其他国家 然后再转进来也是一样 像现在看起来 你看这边的问答 说中国大陆是美国第三大市场 可是实际真的只有第三大吗 因为中国大陆有多少东西 是透过墨西哥转进去 所以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美国现在做了很多措施 其实也造成 美国自己国内的通膨 因为 我设计 我设计 你 我设计 我设计 你 我设计